中央民族 中央民族 中央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俱乐 最近三十年 在两岸中国人移植下 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政兴统化责任 两岸中国人 绝对有足够的社会 和平处理两岸 争端必免有效 这次我带着台湾的青年学子 访问大陆 感谢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 这几天的行程 同学们深刻了解 中华文化的根源 体验大陆的实际 发展的念号 更感受到台湾之间 且浓于水的情感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过去 经历了百年巨书 最近三十年 在两岸中国人名字下 一步一步迈向 共同政治中华之路 虽然两岸在 不同的思想发展 但两岸与同属中华 都是一种方式的 应该不足够用 致力政府心理中华 这也是2011年 我已先在会面的时候 双方达成重要的特务的理念 去年我带着两岸一青年学生来访 并要大陆光晓、士生、无法 原来他们是那种自然的水满、交路 可说是文然虔诚、遇到 两岸的同属中华民族 代表中华民族 能够在人身教绍接纳 建立有余 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的 和平白色的 分析 分析 坚实的基础 看着两岸一青年学生 严厉的热情、善意 我进一步思考到中华民族 后代自身的幸福 对他来说 没有永运和平的两岸 又没有安定进入台湾 对中华民族来说 没有和平白色的两岸 也不会摧残我民族 我诚挚的希望 双方都应该重视 人的真心价值 与社会同时 维护两岸 以中华文化 日韩的智慧 确保原岸 不顶松 对原岸情势紧张 武川普少调理民族观 但是我使用自己 记得 武俊先生说过 入境结果修议在 相同一校 与能完成 两岸如果发生战略 对中华民族多数不可承受的作用 两岸中国人 绝对有独特的社会 和平处理两岸 争端避免有效的 两岸在1992年大臣 各自有各种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 一路中国原则的共识 未来两岸应该 确保人民扶植 有最大目标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的态度 求同诚意 各自争议 共同争论 共同争论 共同争求 共同争发展 我诚振的期盼 两岸固理共同 攜手合作 振兴 让共同争论 在全世界面前 谈同之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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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